创意比赛近在运通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6月10号的台股最前线 节目的一开始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早上 美国股市四大指数的表现 那四大指数都是呈现了一个大跌 那尤其是科技股的费城半导体 跌了2.69% 然后以及纳斯达克指数 是跌了2.75%的一个幅度 它的一个跌幅是最大的 那为什么美国股市在这个 今天早上会呈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下沙 大概几个重点 第一个这个耶伦 就是那个原本的联准会主席 现在是美国财政部长这个这个叶伦 他其实有谈到就是说 这个美国的通膨 基本上这件事情还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那因为在今天的晚上 要公布这个美国CPI消费者物价指数 那这个其实就代表就是通膨的一个程度 那简单来说啦 你在公布之前你先打了预防针 大概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说 基本上这个通膨的数据 可能表现不会太好 应该还是超过8%以上的一个幅度 这第一个重点 那第二个重点呢 昨天的中概股又呈现比较明显的回答 那因为过去这一段时间当中 美国一直有要想要把一些不符合他们美国这个 这个资源交易机关规定的这种所谓的 中概股要去做摘牌的动作 所以三不五时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形 再加上说Intel这个谈到半导体有一些杂音存在 所以这几个讯息其实都造成这个美国股市在今天早上 它是呈现了一个比较向下下跌的走势 那如果说从期货市场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当然期货市场也是呈现大跌 目前当然这个比较会比较不准 但是如果说就夜盘的角度来看 大概是跌了170点以上这样的一个幅度 因此今天的一个行情应该是呈现大幅度向下开低 这个是可以预期的 好但一样的一个概念 我们要先知道今天的一个行情 至少在早盘的时候 它有没有一个开低之后收敛跌幅的机会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我们必须要先从国际股市的一个状况先来看 那第一个大家看的是纳斯达克的电子盘的表现 那电子盘目前是呈现这样的一个情形 就是开盘之后稍稍拉高然后震荡 目前维持在平盘 目前是小涨了0.04% 所以它是维持了一个 所谓的一个平盘附近的走势 但是应该这样子讲 就是说它的涨幅没有扩大 基本上可能对于拉抬不是那么有帮助 但因为它也没有再进一步往下去做下跌 所以大家可以预期就是 今天开出来的合理的点位 大概就是在夜盘所反映的那个位置 大概170点左右 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另外如果说从南韩跟日经指数来看 当然这个代表的是说如果我们南韩指数的角度来看的话 开低小幅度杀低目前跌幅有一点点收敛 那这个日经指数日经指数的一个情形大概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跌幅收敛的幅度不是特别大 好不过它们共同的情形都是有开低之后有先跌破当天的一个低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因为合理的这是一个操作的一个惯性 就是说在开低的过程当中 当然昨天如果去做一些追价的 会看整个开盘出来的一个强弱势程度 应该大多数的个股它会呈现开低 那差别就是开低的那个幅度嘛 那开低的状况之下会有一些隔日冲的卖压 所以卖下去造成行情跌破那个开盘价的低点 那个是比较合理的现象 那原则上目前我们就大概先以今天行情开盘 大概跌170-80点到200点之间 因为可能会有一些稍稍震荡去做表现 那200点的话当然代表这个行情会回到16400点左右的一个行情附近 那从这样的一个状况来看的话 就技术面的格局 那现阶段的一个技术面的格局 还是属于这种区间的震荡整理 所以之前我们也跟大家提醒就是说 基本上行情的角度走到这个位阶之后 行情会开始出现比较震荡 原则上要到下个礼拜的联准会升完席之后 应该说是这个全球的超级央行州 包括台湾的央行也要开会 那那个时候因为他们现在都是 就是对于市场的资金的回收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那个时候的行情的反应 当然这个东西其实你说是利空 它一定是利空嘛 但是因为之前已经也先跌过了 所以我们要观察的重点是说 这样的一个利空后续的行情怎么去做反应 那原则上下个礼拜的下半周 我想行情的态势会变得比较明确 那昨天我们也特别跟大家谈到 就是以现在基线扣跌位置 位置在这个地方来看的话 今天开盘礼拜五会扣到这个位阶 下个礼拜一二三四五在这里对不对 也就是说在下个礼拜的这一周里面 它还会维持在大概一万七千点以下的一个位阶的时间 是比较长 那简单来说就是如果你要去突破季线的话 基本上要么要带亮嘛 那如果你不带亮的话 你要趁着这个还没有拉上去之前 你要先把它站上去 用防守的方式去守季线 它的简单来说就是如果说要真的用没有亮的方式去越过季线的话 下个礼拜它就是短线上面唯一的机会 如果没有过的话就扣跌的角度来 应该要到七月的上旬到中旬这一段时间当中 它才会慢慢再度转为对多方比较有利的格局 因为它要扣这个低点 那这个部分就是指数的部分 投资朋友就要去稍微思考的一个重点 但是就个股的一个角度来看 当然现阶段的行情波动幅度 应该这样讲区间的震荡整理 不过波动幅度其实还是稍微比较大 所以大家在这个时候的选股 可能要以长线保护短线这样的一个想法 来做一些比较选股上面的一个操作 那事实上以长线保护短线这样的一个概念来看 当然基本面我想这个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的重点 好因此我们就稍微来观察一下 首先我们还是先从这个营收的角度先跟各位做谈起 那原则上昨天公布营收的个股里面 成交上最大的是2609的阳明 它的营收意外的呈现月减8.12% 这个是相较于长红来做比较了 那稍后我们会先稍微谈一下这个货柜类股的状况 然后面板双虎 面板双虎这个是昨天外资买很多的股票 对不对 外资昨天针对双虎其实都站在了一个比较买方的操作 好不过营收公布出来的状况不太一样 群创是月减年减 那有达是月增年减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一个年减很正常 因为去年的4月份 4月份应该是当时股价高点 然后面板的报价一路涨涨涨涨涨到6月份 对不对 那6月份之后开始出现反转这样的一个走势 那高点发生在4月份 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因为去年的6月份的面板报价是最高点 那现在进入到5月份 其实相对来讲 虽然说不是反映在最高点那个月 但是整体来说就是它的报价其实是往下修正的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就整个营收的表现来看 有达的表现它其实是比群创来的理想一点 这个可能是 大家在看面板双虎的时候 大概要稍微区分一下就是整体有达 现阶段的情形 因为在大尺寸面板报价下跌的状况 因为群创的那个大尺寸的电视 它的出货比重比较高 所以相对来讲 它受到的影响也会比较大 那另外台亚是呈现双成长 然后美琪马跟汉磊都是呈现创历史新高 皇帝是创历史新高 所以我们大概就从这几档个股 先跟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提醒 那昨天我们有特别谈到就是说 基本上营收公布出来 当时我们有跟大家谈到 昨天是长榮 那时候我们讲到的重点是说 我们就稍微看一下这个平台整理的低点 有没有回测之后点破 有没有快速站上 不过从昨天的股价角度来看是十字线 那十字线的状况之下 有破这样的一个低点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 稍微比较弱势的格局 那比较弱势的格局 原则上 今天我们可以稍微观察一下 各股旗的开盘 那如果还是一个明显比较往下 那又跌破了这一根长榮可以的低点的话 那的确它等于是这个反弹 这个反弹上来的走势 结果是失败的嘛 那失败的一个状况之下 无非就是两种情形 一个就是我要持续比较明显的回档修正 另外一个就是要重新去做一个主体的走势 那这个部分时间点加 就要稍微去延长一点 那延长的结果是什么 延长结果是 因为它在6月29号要去做除息 然后2609的阳明 要在6月27号去做除息 所以原则上这一次 就是当你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毕竟18块的现金鼓励 或者是20块的现金鼓励 它的殖利率实在太诱人 所以整体来讲 如果今天开盘 没有办法开低之后向上做走高的话 至少是整理时间拉长 那这个整理时间拉长 可能就要到 接近到要除息的那一周 或者是前一周的时间 它才会有股价向上的一个反应 因此整理的时间 可能会稍微拖比较长一点 不过你从昨天的股价 总是可以看 也可以看得出来 阳明的价格稍微 就这个所谓的技术面的角度来看 因为长榮是有破月季线 然后阳明是没有破的 那这个原因是因为 我们之前跟大家所谈到的就是 它有这个所谓的0056 成分股的纳入 这样子的一个保护 也就是6月17到6月23 这段时间里面 无论如何投信都要站在买方 所以那个时间点 我们那时候跟大家谈就是 基本上不代表它会大涨 但是下跌的空间 其实是有限的 大家不知道 没有办法分别 区分那个差别 就是跌下一定会有撑 那涨不涨得上去 要看当时的市场的气氛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简单来说 如果说你要去强短航运股的操作的话 比较好的状况应该是 开低的过程当中 或者杀低的过程当中 去观察阳明 因为阳明它比较容易会出现跌幅收敛 这样的一个表现 这是第一个 我想我们要跟大家提醒的重点 那另外就是来看 面板双斧的表现 那面板双斧当然 昨天大家看到那个外资买超 会觉得很讶异 但是说穿了 这个东西 其实我们在之前的节目 或者是在非凡的股市现场当中 其实我们大概都跟大家谈过 就是说 面板产业这个时候 如果真的要出现一点转机的话 很重要的关键是来自于 有没有听到减产这两个字 那目前有 中国的厂商有 开始传出要往这个方向来做发展 那不过这个整体来讲 大概还要等跌幅确定 不再往下做修正 那个时候的行情会稍微比较大 那现在可能就是一个 短线上面因为价格真的偏低的状况之下 外资回补的买盘 因为之前我们有跟大家谈过 就是说正常如果公司在赚钱的状况之下 我的股价净值比大概就是0.5倍是低档 如果你要跌破0.5倍的股价净值比 大概就是那一个年度是亏钱的 那应该这样子讲 对面板产业来讲 今年一定比去年赚的少 但是应该是不到亏钱的那个状况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股价短线上面有外资的一个买盘 原则上就是以短线 但还是以短线操作为主 因为这个短时间之内股价要大涨的空间 可能不是太大 那大家就稍微观察一下抗跌的力道 那原则上如果就季线扣跌的角度来看 这个可能要到7月份往下走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的季线会比较走平 那那个时候才比较容易 如果说有攻击的话 才比较容易有突破的机会 那如果说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形 就是说在7月份之前 有出现那种向上挑战到季线的一个位置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都应该是要站在比较调节的方向 会稍微比较好一点 那另外我们再来看 营收创新高的美奇马跟汉蕾 那这个分别代表的是两个题材 一个是所谓的电动车离电池 那原本我们当时跟大家谈到就是 要确定它营收真的有开出来嘛 那原则上康普开出来是创历史新高 那昨天的美奇马开出来也是创历史新高 所以它把昨天的上影线把它吃掉 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看 大家其实应该可以知道就是说很明显的啦 就是哪一档个股比较强 美奇马它的表现是稍微比较强 11点嘛 那它的获利比较高 然后都一样是营收创新高 然后它的技术面是把前一天的上影线吃掉 所以整体来说它的技术面上面会比较有优势 所以大家如果说要操作这个族群的话 尽可能啦 这个时候你应该要以这个强恒强为主 那简单来说啦 就是不要去做康普的落后补长 这个时候如果要做的话 可能是以美奇马的强恒强为主 那强势个股就很简单嘛 就是你看五日均线 那五日均线没有出现跌破的话 基本上都还是属于一个多方的一个架构 那3707的汉磊呢 汉磊则是第三代半导体嘛 所以这一波的一个行情股价 你可以发现这个位接它也要出现黄金交叉了 对不对 就是月线跟季线的一个黄金交叉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因为昨天是收拾自线啦 今天开盘可能会稍稍比较震荡整理 先不用急 但是后续大概可以关注几个重点 前天的上影线跟昨天 基本十字线的高点 基本上是很接近的嘛 对不对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都是136嘛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整理之后再过136 这个是一个重新转强的讯号 如果说你不想要去做追价的话 基本上你就让它有一个合理的回档 那月季线这个地方黄金交叉的状况之下 原则上啦 回来测多头的状况之下 它不会跌破黄金交叉的那个价格 所以大家就稍微观察一下 就是说现在的 因为现在120块钱嘛 121块 如果出现比较明显回测的话 那回测到这个位置只要有手 它的多头格局它是延续的 那大概的概念是这样 不过你从我们刚刚所谈到的强势股 或者是一些这个所谓的 比较低位置的股票 大家其实可以发现一个问题 你看美琪马也好 汉磊也好 它是属于那种未来的成长动力比较强的 就是一个是电动车嘛 那另外一个第三代的半导体 其实主要的应用也都放在电动车上面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其实这个会是现阶段 我觉得投资朋友在操作过程当中 因为各股的波动幅度可能会比较大 而且现阶段产业的杂音比较多 那杂音这种东西基本上都是要等待厘清 但是整体来讲这就告诉各位就是说 这个时候去单纯操作原本传统的那种 消费性电子族群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选股方向 那这个时候可能是以一些 这种比较中长线能够成长的产业 我觉得会是一个比较相对安全操作的重点 这个是从营收的角度当中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的一个现象 就提供给投资朋友来做参考 但是就如同我们刚刚所谈的 现在的行情波动比较大 操作难度比较高 所以如果说投资朋友 你在过去这段时间当中 如果有操作不是很顺利的 那想要跟着夏老师操作 我们也都欢迎大家 可以透过广告当中的电话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做联系 那第二阶段节目回来 我们会从期货以及个股期的角度出发 来告诉各位还有什么样 记得关注的重点族群 我们先进广告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马上帮各位做解析 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24小时帮您解盘 城东东部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免主轴 第三保证 代金一定代出 精选持股持股其中 保证代金一定代出 城东同步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本名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城东同步 值得托付 02752 5868 2752 5868 城东东部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免主轴 第三保证 代金一定代出 精选持股 持股其中 保证代金一定代出 城东同步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城东同步 值得托付 02752 5868 2752 5868 人生总会遇到许多风风雨雨 你被不予理会 也可以提前防备 你可以一意孤行 也可以起身远离 你可以钓鱼清新 也可以起身小心 记得下载行动雪芹APP 协助你度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经济部水利署 苦口婆心你 欢迎回到我们的一个节目现场 第二阶段的节目 第二阶段的节目 我们先从个股期 这个所谓期货市场开盘的一个角度 先跟各位做谈起 那目前我们可以看到 现阶段的台指期 下跌的点数是218点 它是比这个 我们刚刚所谈到的夜盘 170几点 它的跌幅是有稍稍呈现 扩大一点点 不过我们刚刚其实也讲到就是 基本上日韩都有开低之后 有跌破那个当天的低点 那期货市场因为 反应又会稍微更敏感一点 所以整体来讲 这个回测 简单来说 开大概接近快200点的那个行情 基本上是合理的 如果开出来 结果不是这样子 那反而今天的行情 它是比较强势的 这个可能是 投资朋友要稍微 比较注意的重点 那原则上开低之后 破今天低 这个是正常的状况 因为亚洲股市都是这样子 那差别就是 稍后9点多之后 我们再来看 亚洲股市有没有进一步往下探 那如果没有的话 整体的表现应该是还好 好 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另外我们来看 个股期的表现 好 个股期的表现 今天如果说就 好 今天到目前为止 没有在 没有在那个盘上的 只有平盘的那个 世界先进 好 那世界先进 我简单说一下 因为世界先进 其实我们之前做过 避险空单 那因为它的那个 这个所谓的 五月份营收 表现的其实还不错 但是整体来讲 因为它做的是 面板驱动IC 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还是要稍微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 面板产业 大家刚刚其实看到 双虎的股价 最近其实有外资去做 那个买进 但是它是一个 因为我的那个 基期真的非常偏低 它所造成的结果 简单来说就是 双虎不跌了 跟这个面板 其他周边不再跌 我觉得这个不能够 画上等号 因为 当然世界先进 从最高177 跌到现在 100块钱 事实上股价的跌幅 也不算小 但是 因为毕竟它的位阶 还是比较高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今天平盘了 但是因为口述不多 其实代表性意义 并不是那么大 那大家就稍微观察一下 就是 原则上我回到这个 百元以上的关卡 基本上要守 那如果说100块钱 又再度跌破的话 其实对于股价 后续的走势来讲 其实并不是来 这么样的理想 这是第一个 那如果说就跌幅的 排行榜来看的话 今天跌幅最大的是 星光金期货 所以这个部分 上个礼拜 对不起 不是上个礼拜 在这一周 这个礼拜的礼拜一 当时因为市场有传要 跟台经金合并的关系 所以当时的股价 有一度功耗涨停板 那最近一天 两天三天 基本上它是吃到这一根 红K的2分之1以下的位置 所以它其实有一点点 稍稍要转弱 那今天如果说 今天因为 引落跌3.6%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它开盘应该会跌破 这个低点 那一样的概念就是 如果说它没有办法 去开低走高收起来的话 这个低点正式做跌破 那也就是说市场在传 跟这个所谓台经金合并 表态的那一根红K棒被跌破 代表这个东西是失败的 就是我不是说 我不是说合并这件事情是失败 我是要讲就是说 市场的这个反应是失败的 那你就必须要重新来过 那因为在接下来的行情里面 还是要提醒各位 因为现在的外资 针对金融类股卖比较多 那下个礼拜 央行应该会升息 但是升息多少码 这个没办法确定 半码或硬码 那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说 即便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 它所带动的 还是会是以 我们之前跟大家所谈到的 那种净利息收入 因为它做的是 我的那个利差扩大 所以合理来讲 应该是净利息收入 比较高的股票 的银行金融机构 它的股价反应会比较有机会 但是受险业现阶段 以受险业为主的 国泰 星光 富邦 等等 那这些个股可能股价上面 受到激励的那个效果 其实就不会太大 所以这个是 大家在操作金融类股的时候 可能要比较留意的重点 那其他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 量大的好了 就是 其实大概就是那一些 航空股 然后货柜 台积电期货 好我们来看一下航空类股好了 因为最近 航空股的 简单说啦 就是 股价在过高之后 有出现一些震荡回测 当然 现阶段其实一直在讨论 所谓的 解封这件事情 那原则上 因为现在市挫是前大涨 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讲就是 基本上市挫跟那个 个股期 一定是个股期会比较精确 因为个股期是真的有资金在里面 所以现在是呈现了一个小跌 那 现阶段我觉得比较可能走势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短线上面 会维持在季线附近 因为你看现在季线是上扬的 所以这个地方会稍微撑一下 撑到什么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还有一段时间 那你只要季线不要跌破的话 基本上都还是属于 高档的一个震荡整理 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那当然行情的变动幅度 其实非常大 那如果说 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投资朋友不知道怎么做操作的 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做操作 我们都欢迎大家 可以透过广告当中的电话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做联系 那以上就是今天 6月10号的台股最前线 谢明哲老师声明书 市场上有诈骗集团 盗用谢明哲老师的照片及简介 成立LINE8群组 推荐非本人操作至股票 及收取不当之费用 谢明哲老师 在此慎重声明 等LINE8ID为 AtMoney27525868 ParagonID为明哲888Y 无其他群组 请投资人切勿受验相当 本国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现在上YouTube订阅运通财经台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一记在手 走到哪 看到哪 YouTube24小时 线上直播最及时 现在就扫QR Code 订阅运通财经台频道 让您不再错失任何精彩节目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成东斗铺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成东斗铺 拥有股票 奇货 双振兆 本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成东斗铺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成东斗铺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多併 2 2 4 谢谢观看